复旦大学教授陈果曾在课堂上讲到一个经典故事, 大文好苏东坡和佛印相识多年, 二人常在一起畅谈古今。 每当两人辩论的时候,苏东坡总是会败下阵来, 这让他心中甚是不甘。 某一年春日里,伴随微风和阳光, 他们二人相约湖边,泡上了一壶茶,静坐轻弹。 因为舒适的环境影响,令佛印感到心情愉悦, 于是他便开始打坐,头顶也随之飘起了鸟鸟争气。 苏东坡健壮便问佛印,你看我坐在这里,像什么? 佛印回答,东坡兄,我看你像一尊佛。 紧接着,佛印也以同样的问题问对方, 结果苏东坡笑着打倒,我看你像一堆牛屎。 这场交谈中,苏东坡以为自己占据了上风, 迎威一局,随后便开心地跑回家将此事说给了妹妹听。 苏小妹听完后笑着解释, 我看你是输了, 人家心中是佛, 所见之处,处处是佛。 那么你呢? 讲完故事后, 陈国表示, 你以什么样的双眼看世界, 其实印证了你有什么样的心眼。 人一生行走于世间,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有人喜欢你, 自然也会有人讨厌你。 有人事事周到, 处处给你足够的尊重, 也会有人处处挑衅, 试图用一两句评价左右你的人生。 面对不尊重你的人, 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 用多少心力去交往, 最终决定了你世界的颜色是什么样。 对付讨厌你的人, 越放在心上, 生气的次数越多, 争执越激烈, 生活越杂乱。 从现在开始, 与人相处, 牢记这三句话, 你就赢了。 一, 关系不强求, 亲疏随缘。 我能掌控的只有我是否尽力, 至于我尽力之后, 别人喜不喜欢我, 不要费力琢磨。 网上有一个问题,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 有一个高赞回答这样写道, 不再把人际关系 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更不会耗尽时间和精力 去维系那些让你费劲的感情。 人来人往不强求, 远近亲疏随缘分。 有多少人在年少时, 对于世间诸事, 总想求个圆满的结果。 到了一定年纪, 就会渐渐明白, 有些人尽心就好, 不必强求相伴一生。 有些事尽力就好, 无需费力追寻完美。 不是所有的相遇, 都必须有个美好的结局。 更不是每段关系都能长期保持和和美美。 自媒体博主唐一曾在视频中说起了一个故事。 一个年轻人出入社会时, 前辈告诉他, 别把时间浪费在无用的社交上, 努力工作提升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可当时这句忠告, 左耳进右耳出, 全然被他抛在了脑后。 开始工作后, 他努力想要经营好与每个人的关系, 希望能交到越来越多的朋友, 也想在社交场合如鱼得水。 当同事喊他一起点外卖时, 他立马迎合对方。 当打架约着一起聚餐时, 他也为了显示何群, 立即热情加入其中。 时间久了, 看似和大家越来越亲近, 可事实上, 他为了维系这些关系, 早已筋疲力尽。 有人找他帮忙点外卖, 却不给他饭钱。 有人向他借东西, 却时常有借无患。 一群人外出聚餐, 却在聚餐快结束时一哄而散, 独留他一人收拾餐局买单。 起初他怕得罪人, 也担心伤了彼此的情分, 所以将委屈都咽了下去, 不想计较太多。 可他的忍气吞声, 不仅没有换来一丝愧疚, 反倒让其他人变本加厉, 一旦他拒绝别人的请求, 就会被肆意辱骂。 面对这些毫无意义的人情往来, 他当断则断, 不再惧怕别人的负面评价, 也不再刻意追求人人喜欢的结果, 心疏皆顺其自然。 从那以后, 他屏蔽了那些消耗能量的信息, 直接了当地拒绝了所有无理的请求, 远离了错误的圈子, 把时间和精力都留给了自己, 工作和生活都开始走上坡路。 《流金岁月》里有一段台词说得很好, 人一辈子遇到的, 欣赏的, 贪得来的, 喜欢的那么多人, 不是每一个都可以在一起做夫妻, 朋友的, 有的做了同事, 有的过很多年才能见一面。 姻缘不一样, 关系就不一样, 享受就好了。 不是所有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 不是所有人都能携手一生直到老去。 人情事故的是, 尽心尽力足矣, 人来人往, 本就是生活常态。 整日耗尽心神, 去琢磨旁人是否喜欢自己, 忧心身边人会不会讨厌自己, 只会徒增烦恼。 需要不断讨好的感情, 学会及时止损, 让你感到痛苦的关系, 别再苦苦挣扎。 以平常心, 看待无常事, 失去的一切都是风景, 最后留下的才是人生。 二, 精神不受力, 抚养心态。 别人对你的打分, 是他对你的看法, 他不了解你的时候, 你又何必去在意他的打分? 十三腰有一期邀请了企业家汪剑, 他谈到一个观点, 精神上的东西, 要靠自己化解。 在汪剑看来, 若是与人发生争执, 根本不用去想对方是怎么想的, 对方的谩骂听不见就完了, 你难道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吗? 时间非议太多, 无需反复思虑, 趁早躲开痛苦, 就是最好的应对方式。 人生中有太多时刻, 让你感到疲惫的源头, 正是精神世界负重过多。 别人随口骂了你一句, 你耿耿于怀两三年, 导致这两三年都活在自证里。 旁人无意的一个眼神, 你左思右想探深意, 此后的日日夜夜都内耗万分。 你若总是在意别人对你的打分, 只会长久地活在别人的看法里, 永远找不到自己的节奏。 真正拥有大智慧的人, 往往都懂得适当屏蔽外界评价, 给自己的精神世界松绑。 作家杨将曾在礼堂演讲时, 一名学生突然站出来, 斥责他的言论有问题, 一时间众人议论纷纷。 他听着对方莫名的攻击, 心中纵然有万千疑惑, 也并未就此展开争论, 事后也没有找人当面对质。 他不想纠缠于无端的指责之中, 而是远离喧嚣, 不再理会, 继续潜心研究学问, 没过多久, 流言也随之消散了。 所谓精神不受力, 指的正是, 不要因为别人的看法, 而影响自身的心情。 你越是在意别人的目光, 就越容易因此为难自己, 从而小心翼翼, 内心永远坠坠不安。 久而久之, 人的精神垮了, 生活的节奏也会随之崩塌。 如果要问, 一个人最了不起的能力是什么? 最好的答案大概正是, 内核稳定, 精神上松弛自在, 保持平和, 坦然允许一切发生。 对于别人无理的责难, 最好的应对态度是, 不争对错, 停止纠缠。 就像陈国所说的, 你觉得我不好, 可是我了解我自己, 你把我扁得很低, 可我知道, 我的分量还是没变, 我还是有非常闪光的地方。 面对物质条件的比较, 最好的处理方式是, 不争高低, 过好自己的生活, 走好脚下的路。 余生最通透的活法莫过于, 抚养好心态, 每天活得开心, 日子过得舒心。 三, 灵魂不寂寞, 享受独处。 与其和他人一起寂寞, 不如试着换个角度, 学着一个人好的孤独, 来一点自安于事的独处。 于秋雨在《山居笔记》里写道, 真正的成熟, 是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 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 一种不理会喧嚣的微笑, 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 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 一种能够看得很远, 却并不陡峭的高度。 人在未经世事的情况下, 总以为多个圈子就会多条出路, 多个朋友就会多个选择。 半生已过, 越来越觉得, 并非所有圈子都能强容其中, 人永远无法讨得所有人喜欢。 与其追求圈子的大小, 朋友的多少, 不如适当放过自己, 给灵魂得以独处的空间。 作家王小波年轻时, 常常被人戏称为野牛, 可他对此却从不放在心上。 若是遇到不喜欢的人, 他绝不强行逼着自己违心交往, 宁愿孤身一人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人群越嘈杂, 他越不会忘理解, 而是找个静谧的空间里阅读, 沉浸在书籍的内容里感受快乐。 大家坐在一起吹牛聊天, 他不想加入这些无聊的事情, 便跑出去给孩子们讲童话, 在童趣中收获满足。 有时候, 他喜欢一个人待在书房里, 戏品文字的美好, 在安静的岁月中找到内心的平和。 有时候, 他也喜欢独自躲起来, 做一些手工, 从中探寻生活别样的趣味。 旁人觉得他不合群, 举止怪异, 他也并不把这些评价当回事, 而是将自己比作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有时候, 待在那些让人不舒服的环境中, 面对讨厌自己, 自己也不喜欢的人, 每分每秒都感到煎熬。 倒不如学着自安于世的独处, 总好过灵魂上的痛苦。 郭晶晶说过一段话, 堪称人间清醒, 我选择不去在意那些不完美的水花, 而是专注在自己脚下的那块跳板上。 人生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十米跳台, 在不稳定的命运中找寻最稳定的自己。 后半生宁可独处, 绝不将就。 做一个孤独不寂寞的人, 试着成全自己的内心, 远离世间纷扰, 找回生命的安宁。 独来独往, 自有一片天地, 一个人的细水长流亦是清欢。 成果在好的孤独中, 谈到了幸福的三种状态。 第一种是外界看来幸福, 即他人的认可。 第二种是肉体的幸福, 即感官的快乐和欲望的满足。 第三种是灵魂的幸福, 即精神的充实和内心的安宁。 从今往后, 别再为了不值得的人耗尽心神, 学会关好身后的门, 找到专属于自己的心安。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 你也不妨订阅, 分享及在下方留言。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